电解水及硫酸酮溶液 本实验借由观察水和硫酸酮溶液的电解过程 了解电流的化学效应 进行此实验所需的器材有 四个1.5伏特的电池组一组 一个1.5伏特的电池组一组 副鳄鱼夹的导线两条 长30公分的导线两条 无锈钢回纹针两支 绝缘胶带一卷 橡胶手套一双 烧杯250毫升一个 烧杯1000毫升一个 试管两支 玻璃棒一支 滴管一支 清氧化钠少许 浓度0.1木耳的硫酸铜溶液 250毫升 尺尺一把 碳棒两支 保力轮一片 线香一支 试管橡皮栽两个 火柴一盒 蒸馏水500毫升 活动一 电解水 电解水的实验步骤如下 首先将两支回纹针折成如画面形状 分别与导线缠绕连接 并以绝缘胶带包住缠料处 最后再将回纹针折弯如画面所示 在1000毫升烧杯中加入500毫升蒸馏水 把两支回纹针放入烧杯中当作电极 将导线4个1.5伏特的电池组及开关连成线路 按下开关 观察并记录回纹针附近的变化 拉起开关处并取出回纹针 取两刮勺轻氧化纳 置入烧杯中搅拌均匀 使其完全溶解后再放入回纹针 并打开开关 观察并记录回纹针附近的变化 改变回纹针之间的距离 观察回纹针距离远近 与气泡生成速率的关系 切断电源 双手戴上橡胶手套 以滴管吸取烧杯中的溶液 装满两支相同的饰管 要注意清氧化纳溶液为强碱 实验时一定要戴手套 如果皮肤不胜触碰到 要立刻用大量清水冲洗干净 用拇指压住饰管口 注意饰管内不能有气泡 并倒立放入烧杯溶液中 再松开手指 将饰管套在回纹针上 接通电源 观察饰管中的页面变化 等管内页面接近回纹针时 切断电源 将两支饰管直立 测量并记录管内页面的下降高度 手戴手套 将橡皮塞伸入水中 用橡皮塞塞住正极饰管口 把饰管移出水面 并将饰管外表冲洗干净 用相同方法把腹极饰管移出水面 备驳有余劲的线箱 拔去正极饰管口的橡皮塞后 迅速将线箱饰管中 观察所发生的变化 观察所发生的变化 活动一样 火动2电解硕酸酸酮硅 水面囹� слов 海琳 inside 似 Abg 用保力轮片固定两根碳棒 插入溶液中当作电极 用导线将两根碳棒与电池连程通路 如果反应效果不明显 可增加电池科数加速反应速度 观察并记录电极上的变化 最后将剩余的硫酸酮溶液 倒入回收桶中 集中回收 活动探讨 活动一 电解水 蒸馏水不易导电 因此通常会在水中加入氢氧化钠 或硫酸帮助导电 电解水时 两端电极越靠近 电极产生气泡的速率就越快 这是因为电解靠近时电阻较小 所以电流量较大 因此使电解反应加速 水分解时会产生一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原子 由此可知 电解水时氢和氧的体积比 因为二比一 正极产生的气体有助燃性 会使有余境的现香复燃 因此可推之是氧气 副极产生的气体具有可燃性 当点燃的火柴靠近时便会燃烧 产生淡蓝色的火焰 并发出爆明声 因此可推之是氢气 活动二 电解硫酸酮溶液 以碳磅为电极 电解硫酸酮溶液时 溶液中带正电的铜离子 移向负极 在负极上接受电子而吸出铜原子 所以可以在负极上观察到红棕色的固体铜 硫酸酮溶液的颜色 也会由蓝色逐渐变淡 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物品外表镀了一层有光泽的金属 也是利用电解原理 以玉镀上的金属为正极 费度物体为负极 并且以含有此金属离子的盐类水溶液为电解液 让此金属在电解过程中 附着在负极费度物的表面上 例如想在铁制的汤匙上镀铜 则需以铜为正极 汤匙为负极 硫酸铜溶液为电镀液 活动重点整理 蒸溶水不易导电 因此必须加入电解值 例如氢氧化钠帮助导电 电解水时两极会产生气泡 正极产生的是氧 负极则是氢 两者体积比为1比2 由电解水的过程中可以证明 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所组成的化合物 以碳磅为电极 电解硫酸铜溶液 正极会产生氧 负极则有红棕色金属铜吸出 鞋马酸铜溶液 会员